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球科技大学教授欧崇敬 大家好 还有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郑继闻 大家好 我们台湾人不能够理解的是 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就是就算是发生我们的小船 很离谱的要去冲撞对方的大船 这种事情真的都发生了好 你也用不着开枪 而且你就算要开枪的话 也应该是先对空鸣枪示警 而不是对着我们的渔船 用一种扫射的行为 这根本是神经病的一个情况 而且到这样你开枪打人了 态度还这么高调 到底是为什么 到现在没有人可以搞得明白 马上从新闻来看起 台湾渔民遭飞国公务船 枪杀国内民众群起激奔 国军也罕见派出巡防舰 和驱逐舰强势护鱼 军方证实 12号中午首派拉法夜级巡防舰 康定号 前往台飞重叠海域 与海叔叔台南舰会合 康定号舰为拉法夜级舰手 搭载海虫束防空飞弹 反舰飞弹 方针快炮和鱼雷发射器 并配有S70C反潜直升机 除此之外 海军续派驱逐舰 无论菲律宾72小时后 打赴是什么 国军确定加派既得舰旗驱逐舰 船上搭载舰炮防空飞弹 反舰飞弹 进破武器系统与反潜鱼雷 驱逐舰和巡防舰一出马 以菲律宾的国防而言 肯定旺诚莫及 好 菲律宾的总统府 是有做出的声明 已经叫回去停职接受的调查 但是自理行间并没有明确道歉的一个 用词或者是用语 所以让我们当然还是 非常的一个不满意 那现在国外媒体也公布了 就是攻击我们的渔船 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开枪打人做了拍戴机 还这么大声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萧辰哥 这是在两国的一个 重叠经济海域里面 对我们广大线28号渔船开枪 并测试到我们渔民的 在一个隶属菲律宾的公物船 我们国防部已经查出来了 它是属于 它是属于就是 他们越属的MCS3001编号 可能不是军船 但是是公物的船 也就好像我们保护渔船的 这一般来讲 他们叫做渔政船 我们看了这些照片 就是今天的这个照片也曝光 因为被攻击的 我们的这个广大线28号渔船 也拖回来了 也看到了真的是弹痕累累 还不是三十几枚 是五十几枚 对所以我就呼吁我们的政府 基本上来态度很重要 为什么讲态度很重要 我们现在目前对于菲律宾的 这样子的一个 愉悦的一个谈判 包括我们的态度 一定要展现出来 如果这次不展现出来的话 以后我们在整个 因为台湾是个岛国 那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在各个临近的一些国家的话 都会有这所谓 从地海域的一个 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也会有所谓的冲突 所以如果我们不展现 这一次的一个态度的话 以后不要讲说 今天菲律宾 敢这样子在我们的从地海域 对我们的渔民开枪 越南有可能 也有可能 如果是其他国家都有可能 周遭的国家那么近 都有可能 如果没办法去处理的话 那以后的话 那就麻烦了 所以委长 我们这次一定要硬起来 一定要硬起来 不过呢 这一次大家就很纳闷了 你在海上 遇到了这些冲突啊 你这不是对国家 一般来说 就除了战争的行为 才会这样 不然的话就是打海盗 但我们的渔船是海盗吗 帮大家再来看一次 到底呢 这一个呢 我们在这边呢 因为我们跟他们没有邦交 所以有点模糊的一个概念 就有一个在中间 有一个大概北纬20度的地方 有个占定的执法线 也就是呢 军船军舰呢 大概就是追到这边 不会越过到这条线之外 到彼此的一个地方 但是渔船捕鱼呢 是不受影响 因为呢 这有个经济海域 所谓的200里 你其实呢 过去大家都有个默契啊 你渔船不要太靠近 他们的这个领海 其实你的捕鱼 其实都没有所谓的 违不违法的一个问题 但这一次呢 就在这一个占定 执法线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渔民呢 5点去捕鱼 9点45分呢 被枪击 然后赶快逃逃逃逃 逃到了这边呢 才好不容易逃走了 大概在1点钟的时候呢 做出了一个 报案的一个举动 但是可以看到 这几天新闻 也可以看到证据 淡痕累累啊 所以真的搞不懂 他们为什么 可以就这样攻击我们呢 雄威有一句话叫做 坚白忍以图成 委屈求全 但是委屈的目的是为了求全 如果委屈的目的是任人宰割 那么呢 我们就 是可人也 孰不可人也 没错 一忍再忍绝不再忍 那就忍不完 没错 因为很简单 姑息是所以养奸 菲律宾为什么敢这样对台湾 就是看你台湾政府软正 看你中华民国政府没准 他看这么仔细 他才敢这样做啊 不是这样子吗 那么菲律宾政府呢 尤其他的海军啊 我们都知道他的军力 根本远远不能跟我们比 我们是大人 他根本是个小孩 可是他这个小孩 为什么把他拿你的刀子 往你的脚这样子刺这样刺呢 因为过去几十年来 我们都为了要坚白忍 一忍再忍不断的退让 怕说挑起这个等于说 两边之间的冲突啦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一再线说 刚刚那一张图啊 我们如果看刚刚那张图 北纬20度 你看到北纬20度 暂定直滑线 这张图请问你是谁自己 自我设限 是中华民国政府自己设限吧 我们的经济海域两边 根本就是重叠的嘛 从叠到这边 讲难听一点 谁说我们只能在 暂定直滑线里面捕鱼 过去还是我们的 经济海域啊 其实都是啊 菲律宾承不承认 这条线以上的地方 不是菲律宾的经济海域 他们不承认啊 是你自己 温良攻减让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呢 还要在反应 慢半拍的以后 还给人家 72小时的时间去反应 刚好这么巧 他们要选举 所以呢有人就说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所以造成啊 我们必须要等 他们选举过了以后呢 那我们再反应 对不对 我们的政府单位 出来否认说 没这件事啊 是因为适逢周末 让人家多一点 作业时间 哎呀 你对人真好啊 这真的太好 菲律宾在对我们 开枪的时候 我们的渔民 要不要跟他们讲说 给我们多一点 逃命的时间啊 会这样吗 他会放过你吗 为什么连在这种 国格争国格的时候 争人命的时候 你还要替对方这么早想 这么设想 如果72个小时 人家来了以后 人家根本不摔你 或是发表声明不理你 那你怎么办 难道你能说 我再给你72小时 没有啊 就72小时 72小时再72小时 对没有的话就好看 可是我们必须这样子讲 为什么这些年来 菲律宾的 人家说菲律宾的海盗 就好像索马利亚的海盗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索马利亚是真的海盗 菲律宾官兵就是海盗 这是有执照的 官兵就是海盗 为什么呢 过去 从过去的案例里面就知道 过去菲律宾的这些执法单位 不管他是水警还是军舰 不管 这些人穿着 披着所谓菲律宾的执法人员的外衣 然后呢 把你拦下来以后呢 上来干什么 干什么 要钱啊 一开始听说还蛮客气的 要油 要补给品 要把你抢鱼货等等 然后后来上来了以后呢 就直接要钱了 所以呢当年 在这个 在这个 附近做 这个作业的船只 对不起 每个人都会准备美元 美金 为什么呢 那时候是五百块美金起跳 上来就是五百 还会跟你说谢谢 还会说谢谢 阿萨里的这个五百对不对 还说谢谢 后来呢 一千 涨价 两千 两千再涨 三千 现在三千还不够 把所有的人押回去 把所有的船扣回去 然后押回去 扣回去以后呢 给你吃 根据他们形容 三不过时就给你沾 就给你打 凌鲼你就算 给你吃的是 炒生的饭菜 然后呢 里面根本是稀饭 稀的剩下米水而已 还要帮你拍 拍什么呢 要你说 你被他们凌鲼的有多惨 你有多凄惨 然后身上伤痕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根据他们形容 当你在对的镜头 说你多凄惨 然后多痛苦的时候 你越惨 那么他们勒索的钱 越早能够拿到 真的是 这已经很难去想象 如果他们都是 菲律宾的官方 或者是军警人员的话 怎么还会做出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情 如果你是追击的话 你打了五十多个弹口 对啊 我现在弄清楚 这个问题到底 你是在追杀 还是在做什么呢 你是不是在灭口 那感觉就是导射 你的动机是什么 对 因为我们过去看看 看过去像我跟瑞德兄 有没有 我们过去看过 很多这样的一些 社会上面的一些新闻 你今天会这样子 连续这样开枪 把整个船体 打成那个样子的话 只有一种状态 这个不是要让你瘫痪掉 那是要杀人灭口的感觉 就是要灭口的感觉 我现在是怀疑 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在里面 所以刚刚瑞德兄 刚刚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你今天 你那个所谓官兵 你是真的官兵 你的心态 虽然你穿的是制服 你只是非兵的 这样子的公务 有没有 但是你的目的性是什么 你有没有前科记录 就是过去的时候 是不是有针对 那个水域的其他的船子 除了我国之外 其他国家 都有被这艘船 骚扰过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要必须 要去跟其他邻近国家 大家一起来 来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追杀吗 还是想干嘛 所以大家到现在 最纳闷的就是 我们常常在谈 会谈出一大堆的理由 要翻出一大堆的法源 所证明了我们的渔船没有违法 到底在海洋上面 国家与国家之间 不管是捕鱼 或者画界线这种事情 到底是有没有什么样 一个法源 为什么菲律宾 可以这么明确的 就这样开火 一般来讲开火的事情 真的是很大条 欧老师 对 在50年内 相关的这个事件 就有非常多 因为海洋面积 实在太大了 1962年 英国和丹麦 就有红色的十字军号 那么它们发生了以后 大概就形成一个案例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50年之中 全世界还有非常多案例 所以慢慢的制定很多的 海洋法 很多的公约 比如说 如果你进入我的海域 我应该先做什么样的动作 因为你非常有可能 因为海上没有坐标 就像领空 我们看那些好莱坞电影也是这样 会先警告 不是都是这样吗 没有错 我们很清楚知道 比如说 误飞到对方的领空 他会出来驱逐 会直接先开 所以在海上 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的 所以他应该先说 你已经进到我们的海域了 然后 而且上面还有规定说 你要缩落几次 然后你再告诉他 相关的什么什么什么 接下来你才可能 做一些相关的 比如说 市警的动作 也不会立刻开枪 对 就算开枪了 也坚决不可能开 52枪 52枪的感觉好像是打仗 并且我们的渔船是逃难 是往反方向逃 所以他这显然就不是一个 一般的驱逐行为 而是猎杀行为 那请问猎杀什么呢 猎杀什么 他们有什么 不共戴天之仇吗 没有错 当然没有嘛 不可能杀他的家人或什么 而且我们的渔船是没有武装的 对 他显然不是寻仇 那只有一种行为有可能 就是他想要抢劫他 好 那就是这是 标准的海盗行为 这就是海盗啦 于是这种海盗行为 我们来看 在我们的这个经济海域的公领域里面 常不常发生 刚刚瑞德哥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我们就要稍微去渔港 有时候去拜拜都会听过嘛 因为稍微渔港附近都有妈祖庙 对不对 都会听到那些渔民在说 他们要准备多少钱 那这500块是 大概是二三十年前的 这个行情 所以早就已经涨价了 现在已经到3000块了 其实渔民的这个获利就越来越低了 那 再加上三不五十就被他们抓去 就虐待一番 回过头来 我们的 不是说一开始你打了我们的人 我们马上就要跟你开展 我们现在是比较保留一点 先给你通牒 至少最基本正式的道歉跟赔偿 这是还有气凶 这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我们台湾下了通牒 通牒的内容是什么 一起来看看 穿统一蓝色夹克 在中介的引导之下入境 每位飞劳身上贴着外籍劳工识别证的贴纸 13号上午持续有新一批搭击击台的菲律宾劳工 听到台湾政府有可能将冻结飞劳来台 被推到第一线当代最高扬 他们相当无奈 台飞关系陷入紧张 倒数最后通牒 不仅飞劳无奈 就连出差到菲律宾工作的台湾民众 也开始担心自身安危 航空柜台前只有少数前往飞国出差的民众 航空公司表示这一两天前往菲律宾的旅客人数 的确比遗忘少 台湾渔民遭飞国射杀身亡 也严重冲击到台飞两国的往来 会影响到两国在吵架 会影响到民生百计 这个是一定难免的一些事情 虽然飞劳是无辜的 但是也要请他们回去怪他们一个政府 因为他们完全不理我们的一个呼应跟需求 这种社后不理还有没有天理 熊辉你看过果菜炸制机没有 有啊 一颗柳丁放进去 我们要用力的压 压的越用力 它的果汁那个柳丁汁炸的越多 现在我们台湾就是那个炸制机 这个柳丁就是菲律宾 如果你不施压 那么就炸不出我们要的东西 因为它听门打猴来欺负我们 然后呢 现在刚刚讲到了这个有关于啊 这个菲律宾的群众 民众是无辜的 可是我们必须告诉菲律宾的民众 你们的政府长期以来凌辱侵害 限制杀戮我们台湾的人民 无辜的人民 所以现在很抱歉 我们必须对你的国家有所行动 尤其马云九总统用总统之尊都已经说出72小时 明天晚上12点如果没有任何的交代 不是道歉而已哦 弃凶赔偿还有有关于所谓的 台湾跟菲律宾的这个逾越协定 大家坐下来谈一谈 万一话就发生嘛 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断然处置 我们现在的处置跟制裁啊 就像我刚刚讲那个炸制机一样哦 你要炸下去要越压越大力 它才会痛 否则它不把你当一回事 你不要忘记两年前 两年前呢 菲律宾政府竟然把14名的台湾炸漆犯 以一个中国为由 所以呢 他说一个中国所有送回给中国 不是送给台湾嘛 那时候气得要死 对不对哦 所以就暂时中断 暂时中断这个什么所谓非劳申请 他也不要插你啊 他这次你没想过 政府有没有想过 万一他也不摔你的时候呢 你做你断绝 是你老大 我跟各位说 今天我看到一些评论说 这样子会害到我们台湾的一些照顾 康复有没有 各位 现在菲律宾籍的这个所谓的康复 其实只有2万多名 这个8万多名的菲律宾里面 6万多是外劳 这些都是可以 立刻可以由其他国家取而代之的 现在政府要做的是 包括 如果他明天晚上 真的选择这样做 不要插你 包括帖子 除了终止所谓的非劳的申请之外 我告诉各位 我们的政府应该立刻 再来做一件事情 包括移民书役也好 包括警方也好 立刻清查台湾地区 所谓的菲律宾的地下外汇管道 全部切掉 全部切掉 这8万名 我告诉各位 这8万名菲律宾外劳 这一年在台湾赚了200多亿 几乎大部分的人全部都用地下汇队 汇回菲律宾 这些钱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钱很便宜 过去台北市还曾经发生过 因为这样子产生纠纷 杀死了两个地下汇队公司的员工 所以这种菲律宾的地下汇队很猖獗 而他们的这些是菲律宾很重要的 所谓的外汇 所以断第一招 第二招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的海军要出动 每年给你们编这么大的经费 我们台湾的海军 至少你的战绩要跟你的牌绩一样好 你不要只会打牌 演习卡弹 卡弹完了以后只会打牌 对不对 至少你要让人家讲 让人家知道 我们的战绩跟牌绩一样好 所以你出去了以后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一开始我们大家都群情激愤 为什么 你被日本人欺负也就算了 人家有六艘神盾剑 你什么剑都没有 然后你这拉法亚剑 不如他 可问题是现在连不如你远远国力 不如你十分之一的菲律宾 都敢欺负到你头上 滥杀你的老百姓 你的军队还能不出动吗 那么你海军出动了以后呢 我告诉各位 本来我们的总统 马英九总统这么英明啊 告诉你说 哎呀不要扩大解释 所以海巡去赴鱼就好 你错了 为什么 今天刚刚 那张地图有没有看到 20度 北纬20度 那张北纬20度 我告诉各位 现在出去 包括海军的拉法业舰 出去赴鱼 不是去作秀 为什么 特别指北纬20度呢 因为现在不是去作秀 在我国的暂定执法线 这条线北纬20度 北纬20度一定会绕到他们的巴丹岛 你知道吗 会绕到我们自己还弄一个 跳过去 摸自行跳过去 我告诉各位 我们今天不是四天三夜 做作秀就算了 我们五艘军舰 拉法业舰 跟所谓的台南号 不是做作秀 绕一绕就回来 四天三夜就算了 我们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护鱼 长期抗战 也不用在太平洋那边绕来绕去 不必 我们的海军就在北纬20度来回收行 而且巴丹岛是他们菲律宾的领土 我们不碰他 12海里之外 你就在13海里14海里绕过去 你在这条线不断的来回 然后你的战斗机 一样北纬20度 来回的不断的飞 而且我们的渔民 你要告诉他 不是只能在暂定执法线补鱼 这些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都我们台湾的鱼 他不跟你谈 你就打过去 很简单 你的军舰也好 你的战斗机也好 这么强的军力 他会怕你 你知道吗 软头沉滚 所以我们要让人家看 我们自己要自力自强 人家才不会亲蒙打火 好 这样子 我们到底 刚刚瑞儿哥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菲律宾的一个军力 到底跟我们要怎么比 我们今天有军事专家 马上就请纪文哥来比一比 我们要冲他们应该是很容易 对不对 其实菲律宾和台湾的军力 从账面上看 还真的没得比 真的没得比 对 不是没得比 是菲律宾实在是过于弱 怎么可以这么弱 对我们看我们在账面上 我们在海军 先看海军 军舰就二十几艘 那这个菲律宾 它最大军舰是去年 从美国海岸巡防队要来的海军舰 所以菲律宾这个国家 不管是军舰 是000 他们没有军舰 对它只有少数几艘炮艇或者海巡舰 而且更重要的 菲律宾的海军还没有进入飞弹化时代 也就是它的炮艇或者巡防艇 巡防舰上面不配备飞弹 就没有军舰就算了 他们有的炮艇上面就真的只能炮 只有打炮而已 没有办法射飞弹 所以它有效攻击范围大概不超过20公里 不像我们军舰上 有各种飞弹 有防空的有打穿 所以我们如果说开战 我们这个在100多公里外 就可以把它截灭 就这么远就可以截灭 根本不用目视 当然空军的话 其实战力也是差很多 我怎么说 就是我们的空军 有300多架现代化战机 那菲律宾大概不到40架 而且最新的数据是 它这个F-5 事实上已经除役 除役了 因为年久失修 那其实对台湾比较尴尬 就是它最后几架F-5 是台湾赠送 还是我们给的 我们送的 是 那这就是菲律宾 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这几年 因为它这个国防预算 每年大概只有十几亿美元 我们是多少 我们是100多亿美元 它在那么少额度的 国防经费状 它根本养不起军舰和战机 所以本来等于是没有一个 军力的一个防卫的 一个能力就对了 不过菲律宾虽然那么差 居然还想多次像 我们这个台湾挑衅 而且这个滥捕 我必须要 这个引述笑诚常说的话 美国人坏死了 就是美国大老板在后面 对 我们都知道 美国人和菲律宾 它的关系密切 非常的密切 我们跟美国也很好 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要买的装备 每年要跟美国买 五六十亿美金 而且我们买的武器 还不断加价 美国人对菲律宾可好 他这个巡防舰是赠送给他 是送的 对 然后还吆喝一下周边的这些盟国 这个赠送菲律宾飞机 我们就是被要求过 韩国也是也送了一批飞机 那另外每年他们各种演训多什么 兼并兼演习 卡拉特西的演习 和我们台湾 完全没有 而且我们要去正式参观美国海军的演习 或军方演习 还这个只能台面下去 所以就是非常丢点 我们必须说美国人坏死了 对台湾和菲律宾两国 根本是大小眼 所以是有现在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但是待会我们挑战新闻进行到这边 回来可能要换一个话题 跟美国人也是有一些关系 要告诉大家用3D列印 都可以印出武器出来像话 马上回来 玩拼图有3D 打电动有3D 看电影更是要戴上3D眼镜才叫流行 但现在科技进步 3D如果低得太容易 会不会衍生后续新的社会问题呢 马上来看这则报道 塑胶枪就是用3D印表机印出来的塑胶手枪 只要输入指令先印出枪支的各个零件 然后装起来就是一把立体的塑胶手枪 别以为这只是重看不重用的空壳 网路上53秒的试摄影片 让议员看了脸都绿了 用3D印表机简单做土支手枪 已经构思研发一年 以AR15半自动步枪作为范本 而这正是去年底枪手血洗 康乃迪克州小学的武器之一 研发这个3D塑胶枪的 25岁法学院学生表示 他不是吃饱太邪没事干 他要强调宪法赋予人民武装自己的自由 那如果这样子的3D科技 一开始现在可能很贵 但以后要是普及了的话 等于大家那药枪 药炮 药弹药都在家里自己 你这样像话吗 所以会不会衍生很多的问题啊 瑞德哥 对 熊威还记不记得 之前在这个普斯顿马拉松爆炸案的时候 盖达组织 他们就是学盖达组织的网站 做压力锅炸弹 就是看了网站就可以学了 在里面放一些轴层啦 然后一些钢珠对不对啊 上网就学了 上网就学了 学了以后还拿来这个真的爆炸 然后造成这么大的死伤啊 那么这一次呢 是一个美国德州25岁的法律系学生 叫威尔森对不对啊 他自己本身号称是一个无政府组织的状况 他认为他自己无政府主义 我就是没有 这就是我的权利 我应该保护我自己 那怎么办呢 我就可以造枪 那造枪的部分呢 这是很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过去我们一直是认为是电影里面的桥段 电影里面的桥段不是 透过金属探测器 然后呢用象牙用什么东西 用塑胶 然后呢拼装了以后 不是金属 然后呢就可以拿来发射 那么事实上这次也是一样 他用3D他花了24万 买了一台3D的等于说 列印 就列表出来的就可以列印的东西呢 然后呢用强化塑料 强化塑料一圈又一圈的 加强它的塑 不要小看它的这个威力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要知道 一把枪支最重要就是枪管 枪身 枪击 三个部分就可以组成 包括那你子弹 当然可以是子弹 下面去买一些敌火 对不对 这个很多地方玩具店都可以买得到 你就可以自己用改造的子弹 跟改造的枪支 就把它组合了 就自己一般人都可以组合了 对 我们都会认为说 因为开枪的时候 它的等于说 后座力跟火药的能力 能量很大 所以很容易糖炸就爆炸开来 那么它这一次 它的试射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最可怕的是 它把它组合了 像这个影带就是 它把它组合包括手枪 包括步枪 竟然可以连续发射 它的手枪可以发射 11发以上 它的步枪竟然可以发射 100多发以上 然后才出现所谓的裂痕 因为那压力毕竟太大 对 可你知道吗 如果它带上飞机的话 它把这个东西全部拆开 那么你看到的 就是一个塑料而已嘛 强化塑料拆开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然后它在行里面 带上飞机的以后 把它组合 它还可以避开 金属探测器跟X光机 你不会认为它有任何的异样 那带上去的以后呢 它在用暗藏的所谓子弹 我告诉各位 一发就够 一发就够 它不需要100发 它只要是对 它只要一发 就可以造成整个飞机被夹持 甚至于整个飞机坠机的这种惨案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它自己本身呢 在网站上面 还公开让人家下载 那美国政府 因为在强大的压力之下 后来要求它撤网 但也来不及啦 它有撤 问题是 已经很多人在这个网站 撤除之前 就已经全部下载了 就已经拥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可以做一个学习跟仿效 不过呢 虽然说你一般来在家里 我们印表机 印文件 印资料 印东西不违法 但是你看啊 你拿自己家的印表机印钞票 就是不被允许的一件事情 3D的这个印表机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可以印模型印玩具 但是呢 就是因为它可以逼真到 而且实用到 你印出了这一种 要应该被管制的 这些枪炮的这些产品的时候 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争议 而且但是其实回过头来看 其实像那个 3D的这些营业技术 现在也还不算说很新 现在已经更新了 只是要慢慢普及了 对不对 事实上3D列印 它过去在10年前的时候 它是广泛运用在一些 所谓像例如我们制造汽车 因为汽车本身来讲 它有所谓的风动实验室 它必须要制造它的 整个气流这种情况 那这几年的话 因为它发觉到3D列印 实在是非常好用 最主要是因为塑材问题 因为材料已经找到 合适的材料 所以它可以不断用 压核的一个方式 然后去做出一比一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我们这一次所看到 这一次的 所谓的3D列印的这个枪 手枪 我必须要真的讲 Cody Wilson 你这个小鬼你这惹大麻烦 惹大麻烦 你这惹大麻烦 为什么呢 你做出来 固然你有你的一个理由 跟你的一个看法 但是在全球 在你整个撤掉 这个整个蓝图之前 已经有10万人次的下载 这么多人要下载 大家看到真的都要学 是 网络是无远佛界 这10万人里面呢 可能有一部分 就像一个好奇的 但有很大部分 也有可能就是 它就是恐怖分子 只要一个就很危险 只要有一个 把它给带上去就很危险 而且这个枪呢 光是手枪的部分的话 你知道几秒钟呢 它可以列印 列印出来之后的零件 是16部分的零件 16个部分的零件 组装起来30秒 就组装好了 这么快就可以组装 1857 因为为什么 就是假如说 在整个过去的话 如果你要通过一些 安检的话 你是不然会被察觉到 因为它有 撞针是金属 子弹是金属 所以就有英国的记者 他就想说 我借你来列印 我也来试试看 真的有在列印 然后就搭上了 所谓欧洲之星 这样子的一个 洲际列车 因为他们在搭之前的时候 要经过一个安检门 安检门就没有发生 任何反应 它就过去 当然它没有带 子弹跟撞针 可是我说实话 子弹跟撞针 要很大吗 要很大吗 不需要 一点点 我可以涵盖在各种 你要夹在过去的 金属的一些那种 容器里面 就把它给蒙混就过关了 现在目前这个 3D列印的部分 现在比较让人家 担心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恐怖攻击 还有包括可能制造一些 其他危机危险之外 另外的话就是 研发出一个 它的一个 这应用在其他的科技上面 军事科技上面 像目前有些人的话 就把它给放来一些 像太空车 或者说试看看 以后搞不好 会有3D列印的战车出来 3D列印的战车 那科学家都可以不用吃饭 用硬的就好了 是 除了3D列印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来 现在目前3D列印 已经算是旧技术了 算是比较旧的 只是要更普遍而已 是 因为现在开始出现 有一个叫4D列印的 到4D啦 什么叫4D列印 我刚刚前面讲到 就是它关键的东西 在于什么东西 不在于那个印表机 在于那个素材 素材 现在的话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有所谓的 记忆金属加进去的时候 这种所谓4D列印出来的东西 它过一段时间 它自己会组装 或自己会走 都自动的 所以自己会发展出 一个新的情况 所以4D列印 是现在目前未来的显学 才是更新的一个东西 但是还不用到4D 3D如果可以普及到 一般民众的一些居家生活的话 就已经是很恐怖了 但到底3D列印是什么 它到底可以印些什么东西 其实电影的题材也有 我们一起先来看看 我能摸一下吗 我们可以 好 不用这么连接 应该的 来了 在成龙的电影里面呢 也就有带出这个3D的一个 影印的一个技术 真的就像一层一层一层的 可以影印任何立体的一些事物 所以搞不好 像国宝这些东西 也可以印完了之后 做一个吊包的动作 或者是做用品的这个动作 真的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还有印什么东西 会引起比较大的一些 争议呢 欧老师 最大的争议是 器官买卖的行业 可能从此绝肌 怎么说啊 因为它可以3D列印器官 而且医学家 还有科学家已经说明说 未来器官可以由自己的方面 自己等于是从3D列印的 这种技术和开机包结合 然后很快的可以量身定住 出自己的器官 这样的争议不会比印枪什么 还要来的小 也是很大的争议 这个争议如果只是换器官的话 那当然是辅因 特别是心脏跟肾脏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著名的一个从美国回来的 一个国会议员 他姓庄 他的哥哥就换过两次的肾脏 那他自己还是个医生 那两次肾脏呢 都是从菲律宾或中国大陆这边的 这个相关的人士去换的 那每一次都有 那个方面的人的相关的这个 记忆或性格的影响 所以他们说你这次换的这个中国大陆 性格特别温和 不像上次菲律宾人可能比较凶悍 那我也就是说 器官如果是从他人的身上换过来的话 那会有一定的不适应 或者有一定的相关的痕迹的疑存 对不对 但如果是你自己的 这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那若干年前 大概 伦理学家们还在很热烈的讨论说 器官买卖是不是一个很不道德的行为 以后这种讨论会终止了 那我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过去呢 是连脸部开到 比如脸部有肿瘤 那把它开到以后呢 有人会变成有一个洞 从外面就可以直接看到他有舌头 那这样会造成说 他的主角来饮食 吞咽都有困难 更不要说外观了 那现在呢 已经可以用3D 完全按照他的脸型 把它做成是一个 可以这个在外部上 以及使用上完全OK的 一种新的外表形象 那这个技术已经使得这个患者呢 像英国这位60岁的莫克先生呢 已经完全的可以 等于重获他的新生了 那真的技术可以帮助人啊 这个确实是可以 可是呢 它进一步会形成什么呢 这说明了21世纪 可能有一个新的革命 我们不要以为 智慧新手进行很厉害 这是第一波而已 这是第一波而已 第二波呢 就是新的器官定制 第三波呢 就会变成是代理人定制 这个布里斯威力不是有一部 那个相关的代理人电影吗 那按照这种方式 要生产代理人 绝对不是虚化 绝对不是虚化 外表完全可以定制 这个没有问题啦 现在技术就可以 你这个便宜的一部 大概24万台币左右了 是做枪 那比较复杂的 大概长达 这个五公尺的那种大型的 对 那国内某些这个工业设计器 已经有了 有些已经有了 那可当然可以做成这个更复杂的东西 更精致的东西 就像炊鱼白菜 肯定是可以做出来了 也可以模仿出来 那人呢 做一个一样的雄微 可不可以做出来 当然可以 这样做出来 那一样的雄微 我还希望它的器官也一样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东西也一样 那脑部的记忆 或者语言 把它变成一样 但是硬出来 这大概是下一波重要的革命 而且按照目前这样的科学进度 大概在20年左右就可以做到 在20年 而且30年后 是超级电脑诞生时期 所以也就是我们正好诞生在一个 几十年 然后比过去加总的 10万年 20万年 还要进步更大的时代 他每天都有快速的演技 对 所以没有想到 那这样大家要接着拭目以待 可是会不会再引起相关的一些争议呢 真的是 现在没办法做一个预测 不过呢 从今天这个话题一直延伸 就是最早的时候 就是这个美国的大学生 他真的就是自己印 用3D的技术 印出了一把组合起来 可以实际发射的手枪 所以大家就会想 那其实如果这么好印 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印 特别是大家会回想一下 如果用在这些国防啊 军事科技上面 那以前电影里面啊 那一些情报员啊 真的都白死了 因为他们实在太辛苦了 九死一生 潜进去要偷蓝图啊 那样偷拍照 结果现在其实你只要网路上 Google一下 把照片拿下来印一下 那些零件好像还真的可以用 在中国大陆就是这样 这也太好山寨版了吧 对因为在北京的话 它有一个3D烈印的机器 你知道它可以长到多少 12公尺长 12公尺啊 那它现在目前在于 所谓的那个舰载机 这个所谓的先15上面的 它的一个起落架的一个 承受力的这个部分 它已经用3D烈印 它就用这个就测试了 它现在目前3D烈印 它用了两个材料 一个是水泰核心 一个叫M100缸 这个是它一个专有名字 M100缸 它塑造出这么一个零件出来 就用自己印的就好了 然后更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它除了在宣布 它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外 它们讲说 它们的航太部门 现在目前也是针对一些 航空科技的一些 这样子的一些零件上面 它也用3D烈印的方式 3D什么样的零件 看看是不是可以把它做出来 我刚才前面也在强调一个部分 就是说除了一个 本身的一个烈印机的 一个机密度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材料 材料很重要 材料其实很重要 现在目前就是 主要几个先进国家 它们都在针对这个 所谓材料的部分做研发 事实上美国早在很多年前 他们军方就已经用 3D烈印的方式 在尝试在做一些 像例如发动机的一些模组 或者一些其他方面 一些这个东西出来 它会是未来的一种 所谓的新科技的一个 突破的发展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科技 有没有 的一个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那未来是不是有可能 透过这个3D的这样子的 烈印的方式有没有 做出一个更新的一些 新的科技的产品 这是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但不是刚才校长科 你讲的它印的这个起落架 他们测试过真的就可以 有他们的强度 什么都可以承受 真的战斗机就可以 起落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办法 但是它的起落架 这个机翼的部分不行 因为现在目前 我讲还是材料的问题 材料的问题 你材料整个塑化 塑压膜出来之后 它有没有那么高的一个 能够承受这样子的 一个空阻压力 这个都是大概一个 最大的考验 不过我比较担心 是一个别的东西 所以刚刚欧老师讲的那样子 就是说 所谓复制人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我那时候欧老师在讲 复制人的时候 我突然倒在扶起了一个东西 你扶起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 那个什么罗浮宫 有没有 莫娜丽莎的微笑 那些话 哪一天的时候 有人把它呛走 用3D的方式 只要把里面 过去有没有 中古世纪时代 他们所使用的材料 把它给这样子 做一个这样子 一比一的精心调配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 3D一副莫娜丽莎的微笑 真的人立体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 这种远古 我们过去的时候 可能是希大时期的 这样子的雕塑品 我们就可以云木混出了 所以这就是又是一个 另外值得大家 后续再来探讨的一个议题 不过就是讲说 既然这么方便 3D的列印 现在虽然一台机器很贵 我们一般人可能买不起 但以后慢慢普及了 大家都有的话 那真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印 是不是应该要管一管 还是这当中 其实可以看到 什么样的一个商机 包括枪支 弹药 如果这样印的话 是不是真的可以 大幅的降低成本 所以美国人也决定要投入 大幅的一个研究经费 来研究这样子一个 3D列印的东西 做各方面的一个发展 是这样吗 纪委 的确 雄威 我们都知道美国人 这几年一直在 全世界各地打仗 现在阿富汗还在进行 现在还在打 对 所以他们就认为 阿富汗这战区 实际上就是这3D列印技术 可以进行 一些后勤方面的一些 相关制造技术的实验 比如他们有构想 把一个后柜箱 运到阿富汗战区 它里面有包括成型机 列印机 还有加工的工具 如果把这个货柜箱 放在后勤基地或前线里面 前线的士兵可以随时 比如说它枪破损 零件坏了 及时在那边生产 或者可以快速生产 现场就可以生产 对 因为它有成型机 电脑运算以后 根据这个列印 就把它列印出一个好的零件 马上就给你印出好的东西 可以在很短时间内 就在占据自己有自己的 一定能力的生产能力 不用 这相关的零件都要从美国空运 海运或陆运过来 大幅降低它的后勤负担 更重要它在作战的时候 它是可以更快依应战局的需要 获得所需要的武器 或者零附件的供应 其它在制造战机 像我们都知道F-35战机 里面很多零附件 所以F-35战机也可以用印的 还包括一些发动机 像叶片一些零附件 那目前美国航太工业 也很多开始运用 这个3D列印技术 但是原本现在 可不可以做一下比较 你就是大概以你的了解 到底现在这样做3D 印出来的一个成本 跟原本你说 美国的这些不管是这种 航空工业或者是国防工业 制造这些武器 制造这些叶片的成本 要怎么做比较 目前还没有一个精算的成本 不过我们就工业界 所透露的消息可以知道 就运用3D列印技术 在同样的工时和耗材里面 它的生产效率 是传统工艺方法的三倍 也就是它生产的效率更快 耗材的消耗更少 所以对美国制造 整个工业来讲 它可以第一个 就是制造的成本降低 所以制造成本 是真的可以有效降低 而且更重要 它生产的整个推出的 时间和效率 可以比以前大不得听 台湾新闻进行到这边 再来是盛主的时间 一起来听听看 历史上的今天 发生了什么事情 历史上的今天 1998年5月13日 印尼首都雅加达等地的穆斯林 发动大规模的排华暴乱 造成至少上千名华人丧命 史称黑色五月暴乱族群的血腿属杀 从5月13日整整持续了四天 暴徒放火 抢励 抢励 枪杀 枪杀 强暴 光是首都就有五千间以上的华人工厂 店铺 住家 遭到焚毁 更可怕的是 印尼警方及军方完全无视这起暴动 以至于造成好几万名华裔人士 受到虐待与杀害 当时的主流媒体认为 排华暴动是有预谋的 极有可能是苏哈托总统 为了移转国内金融危机的压力 缓和国内民怨 透过军方策动这起暴动 事件发生后 全球华人群起抗议 不过印尼政府却仅仅以 普通侵犯人权案处理 如今印尼庸在亚洲各地 很多地方都受到好评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 好 调安新闻呢 进行到这边呢 再请大家稍后编个广告 回来的议题还蛮有趣的 知道愿赌服输是大家 众人皆知的一些道理 但是呢 有些赌输的 不然是一些 现在举例就是一个航空大亨 他就要扮成空姐 画面会有点不舒服 但是你看看赌的内容 真的还蛮有趣的 待会会告诉您 好 电影赌神山里面有说过 欠钱还钱 欠手还手 其实这些故事要告诉大家 就是愿赌服输 这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但是在欧洲呢 就有一个身价好几亿的 好几个零的 这个航空公司的大亨 这个因为打赌赌输了 所以他就要亲身 扮成了空姐 下海来服务这些客人 真的是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两年前 跟人家打赌 他的F1的赛车车队 跑输了 大老板就要这么做 一起看看 违珍航空执行长 理查布兰森向来爱搞怪 两年前他和好友东尼 也就是亚航执行长 打赌谁的F1赛车队 比较快 最后布兰森 以两分钟之差输掉比赛 愿赌服输的他化起大浓妆 穿了黑色丝袜 扮成亚航空姐 问客人要喝咖啡 还是茶 害怕 但老板亲自上阵的这班飞机 是从澳洲 博斯飞往吉隆坡的亚航班机 起票收入将全数捐赠 给澳洲的慈善机构 就像赌注不但让大老板 体验第一线工作 还能娱乐乘客 几票收入又可以做公益 真是皆大欢喜 大老板亲自扮空姐 是要能够放下身段 噱头是十足 只是就不知道 被他服务的这些客人 心里舒不舒服 翁老师 对 这个布兰森 他真的就愿赌服输 他已经拖了两年多的 总是债要还 然后就戴起假发 然后穿上丝袜 然后龙妆 眼睛这个纯颖 画得跟纵欲一样 深得不得了 这么深啊 然后纯膏跟雪盆大婆一样 所以是很敬业的 他都有该装扮的都有做到 不是随便的 另外一个高潮 是前一天晚上 然后这个费兰迪斯 故意在博斯一个饭店里面 租下一个房间 然后通知全世界的媒体过来 就叫全世界来 然后叫布兰森 脱下牛仔裤 然后一脱下来 竟然紧身下黑色的小三角裤 然后由空中小姐 由他自己亚航的空中小姐 跟他刮腿毛 刮腿毛 这一幕是最高潮 最高潮 这样就高潮 然后真正的第二天 他真的就穿了那个 航空小姐的这个制服 这么大只的空姐 然后人又门高大 对啊 很高大 然后在这个狭窄的道路里面 还要COVID-O-T COVID-O-T 这样低声下去 哇 他是大老板 那个赛车的车手 已经被我fire了 已经被开出了 你输了嘛 开出了 而且拖了两年 总是要还 然后他终于坐了这个空中小姐 好不容易六个小时的航程 从澳洲 终于飞到了 飞到吉隆坡 锁到资助都受欢迎 为什么 他还送这个纪念章 糖果 所以被他服务的客人 其实蛮荣幸的 大家都把他围执 然后他到了 飞兰迪斯的前面 还故意端了酒杯的流程汁 然后突然打一个 喝酒一个喷嚏 然后全部 这么故意 酒杯全部倒在 这个飞兰迪斯的膝盖上面 这么恶劣 他说你被开除了 你开除人家 你也被开除了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大老板 愿赌服事的一个例子 但其实呢 如果你是一个 喜欢运动的这个人 有关注欧美的 一些体育比赛 其实常常这一些呢 国这些运动球队呢 会他们所属的 这些城市的这些长官 都会亲自来做一个 打赌的一个动作 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去年 这个美式足球 他的季后赛 这个披兹宝光人队 披兹宝城市的市长 跟这个丹佛野马队 丹佛市的市长 就做一个打赌 结果呢 披兹宝输了 所以他们的市长呢 就要做一个模仿的动作 模仿他们丹佛野马队 四分位 TBO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高贵姿 然后很沮丧一个动作 市长 匹兹宝的市长 要穿上丹佛野马的衣服 其实这感觉已经够没有面子了 但是没办法 愿赌要服输 我们台湾的政客 政治家的这些呢 也有类似个例子 要打赌是不是 至少真的跳海 真的高空弹跳 真的去人家扫地了 都有这样的例子 对吧 翁老师 对 那个王世坚议员 除了岩石比较大坨以外 他还会拉小提琴 对 但是人家真是一个汉子 真的是汉子 对 怨土浮书 他那时候说 如果蔡英文没选上 我愿意高空弹跳 就真的跳了 对 然后他就在大汉溪申请 高速公路局 竟然没有批准 不准 太危险 说危险 然后他只好 悄悄地跑到吉巴 就是千叶县 一个母亲农场 然后那一天 雾很大 朦朦的 然后雨也在下 又冷 冷得不得了 然后他要跑到多高 23公尺高 九层楼 他会不会其实很想玩 才这样躲 不是 没有 他为了要守信 对 迎莫千斤 然后一接一接 爬到上面 已经气喘出 那时候气温多少 两度膝 冷得已经 根本花斗也站 也站不住 而且越到上面 风越大 对 他几乎站不住 但是为什么 金钱指数已经破表 破表了 连他的血压也破表了 也破表了 真的 但他肯跳 对 他先前也已经承诺过一次 两次都有做到 对 应该 然后眼睛一闭 然后哑关一咬 就跳下去了 就跳下去了 然后他真的是一个汉子 为什么 五年前他也是这样子 对啊 也为了一个事情 他说他跳海 真的跳海 然后他就说民进党 如果那时候议员没有选上 让国民党八仙过海 他就跳 真的就跳 人家他也信手落眼 然后到山智的潜水外 真的跳给大家看 那一天他为什么每次都显那么冷的 都那么冷 对 那一天他还跟他教练讨论说 我要在哪里下水比较好 好像罗曼蒂登录一样 然后教练跟他讲说 你最好穿黄氨衣 还有救生衣 穿上去还是冷得不得了 还是冷 然后稍微赤脚 一碰到海水 就冷得不得了 赶快又退回来 腿就暖了 然后教练赶快递上浆茶给他喝 然后他又泡一次 嘎嘎叫不动 实在太冷了 然后后来凑上摩托车 离这个海岸已经六七十公尺 但是海洋一波一波来 然后他还勇敢 很勇敢 还跟大家揮手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然后突然间一个大浪来 然后打下去 又打下去 然后整个就一个狗之石 然后跌在海里面宰湖宰沉 吃了一口一口的水 海水一直吃上去 然后眼看就要溺水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十度C而已 真的很冷 冷得不得了 后来是摩托车赶快把他救回来 赶快把他拉起来 但是上岸的时候 劈头散法 鼻涕啦 眼泪啦 整个脸啦 你狼狈不堪啦 然后他的太太 赶紧把那个浴巾 把他披上去 他说 以后再也不打赌了 不过还是要肯定 这些至少呢 愿赌服输都是说到做到 不过也告诉大家 有时候赌注 还是不要乱下或下太高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来宾的参与 挑战新闻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